前两晚 吴小街坊说刚刚天黑的时候 见到又大又圆的红月亮 在天空升起波 雪橙色那种感觉 而且就特别圆 红得很漂亮 但我都不认识红是怎样红 我特别兴奋 因为没见过这么红 白色的话可能是凡是太阳光那种 红色的话 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 见到红月亮 有人就会想起月全食的美景 不过专家说 这个只是大气层在玩游戏 7号晚的月光是最圆的 所以升起来的时候 显得又圆又大 但由于这几天空气的透明度 都比较差 有些薄云或者大气层比较厚 挡住一些光线 光线中有七种颜色组成的 赤蚓 黄 绿 青蓝 紫 而红色它的波长是最长的 它的穿透性又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红光了 映在月亮上变成红月亮了 够了解月球位于地平线附近 亦即是刚刚升起的时候 地平线附近的大气 对光的折射作用最强 所以街坊见到红月亮 多数是在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 出现红月亮这种现象 跟月亮升起来的时间 以及天气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今晚大家还能不能看到 红月亮这种现象 又能持续多久呢? 今晚一个月亮升起来比较慢 第二就是它没有那么圆 还有呢 今天那个大气层的透明度 比上一两晚可能要差一点 所以今晚可能都看不到 如果看到呢 都没有前天那么抢眼那么断目 李管长说出现红月亮的天象不常见 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 前两晚错过的街坊 下一次月圆的时候 记得抬头望下天空 可能又会偶遇到红月亮的了 诸科记者江沛亭的报道